不需要烤箱,一个平底锅也能做出高颜值的甜品哦 你们看我今天做的彩虹千层,真的像彩虹一样绚丽 我们先来做饼皮的部分 5个全蛋,50克糖,打反 再下入250克的低粉和1克的盐 650克纯牛奶,搅拌顺滑的没有干粉颗粒 加入90克的玉米油 过一遍筛,平均给它分成6等份 分割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调出自己喜欢的马卡龙色 少量多次的酱 饱和度低一点,调出来的颜色更好看 这样我们所有的颜色就调好了 做千层的话一定要用不粘的平底锅 这个月底我们不是要搬家了吗 我还特地入了一口新锅 双利人升级新食系列不粘锅 它的话不仅可以炒菜呀煎饼呀 还可以做各种千层 今天刚好用它来炭饼皮 食品级不粘涂层,不含有害物质 所以宝妈妈可以放心使用 兼顾,滥膜,将日常刮了一下蹭了一下也没事 加大的平底和加高的锅身容量更大 锅身轻巧,炒菜随便颠也不会一锅 先倒入一双面糊给它铺匀 小火加热到起这种密集的气泡 边缘给它轻轻地刮一下 这么薄的饼皮也能煎得很好 没想到平底锅也能把饼皮摊得这么好 先给它放到冰箱里冷藏上 再来做一份我们老家的蜜豆瓷吧 中间撒上一层红豆 配方我打在屏幕上了 再把剩余的面糊倒上来 煎到这种两面金黄 就可以出锅了,一点都不摘 软糯糯的可以给小朋友们来做早餐吃 真的超好吃 我要去做千层了 这个边我已经给它修好了 还是来找中心点 把饼皮放在中心位置 均匀地挤上一层奶油 每一层都要放上不同的颜色 切面才好看 最后一层 边上我稍微抹了一下 总共用了600克的奶油 选一个自己喜欢的花嘴 几个小造型 我用的是小叶子的 用一点千叶掉栏装饰一下 还是很简单的 一个平底锅就能搞定 还是 还好我留了一手 真的是虚惊一场 这个切面也太好看了 我先尝一口 冷藏之后真的是入口即化 喜欢的话赶紧做起来哦 打包一点送给朋友 拜拜